由叶文新导演 曾子丹 徐奈玲 日达华 联媚出演的一代宗室叶文 在上海揭开面纱 该片已经确定将在12月19日上映 以贺罪党的姿态与梅兰芳一争高低 5月8日记者探班剧组 模特出生在徐奈玲 首次演电影 便担当了叶文妻子这一女主角 叶文的太太 我的理解是 她应该是一个很伟大的女性 然后是一个好妻子 一个好妈妈 因为叶文本身 她就是一个很伟大的人 她自己不怕牺牲 带着中国人去反抗 反抗那些压迫去侵略 所以如果要成就 她这样子的一个事业的话 一定要有一个女人 在她背后支持 而这个女人要冒着 失去一个家庭 失去一个丈夫 这样一个危险 要去支持她 支持她这个心愿 所以这个女人 一定也是非常伟大的 曾子丹长以冷酷霸凌的形象 展示在银瓶上 而这一次她将 沃文尔雅出演一代宗师 她坦言这是对自己的一个挑战 其实我的人的秀为是很不错的 其实大家可能就是 在一幕上看到一些 我以前演过的一些人物 可能我演得还不错吧 所以大家都以为 我是以前演过的那些人物 其实我觉得一个演员 最主要就是她把观众 讲难听一点 就是把观众骗到 能够把她投入去你的世界 她相信你在戏里面 这个人就是成功的事 舞台演员拍戏受伤事查试 曾子丹的左眼就在戏中严重受伤 还好现在已经痊愈 虽然危险 但曾子丹不会放弃喜爱的工作 反正是左眼的 有一个疤在里面 也是一场戏我跟十几个人在对打 他们拿了那些斧头还有刀 那么意外肯定有了 有一个舞行就是 一个转身他往我那边劈 就是刚好就劈到我的眼睛 幸好今天没事了 可是回头来说 可能一个不小心 可能我今天也不会坐在这里